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什么了不起 小姐 需要我帮忙吗 被客户难看掉了 你帮不上吗 办公室有支圣经说 女上司是祸害 我看这女客户也一样啊 祸害肯定是祸害 那要他就能只看文凭 不看实际的人啊 他识读得再多 不也就是个总工吗 怎么的 人家文王还当老板呢 他敢对没老板说不吗 狗眼看人低 同性相吃嘛 上了年纪的女人 看到比自己年轻貌别的女孩 那是咬牙切齿的心都有了 来 我们祝她们三八节快乐 我分了你这人还挺有意思 要是我都上司 都是男人就好了 以后每天上班呢 就跟天堂一样的 多好 我方不方便问你要张名片呀 我今天早上出门太匆忙了 忘带名片了 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两张你的名片 我把我的电话写在后面 不过我的字有点难看 你可以要考虑后果呦 你的就写这儿吧 哦 自己做老板呢 陈家康先生 你看着倒是挺文化的样子 做化工的呀 具体什么项目呀 活性计 哦 小姐你住上海吗 有酒是扫害你呀 樊胜美 樊小姐是上海人 怪不得长这么漂亮 还是做高级理财顾问的 那我以后做投资什么的 可就直接找你了啊 好啊 欢迎啊 以后你来我公司啊 可以直接点我的名 我刚入职没有多久 正愁没有客户呢 不好意思啊